昨天,在整个辛巴事件的四段集锦视频中 除了辛巴与热巴的舔屏热聊之外 可以看出这位主播的小人物真实心态 其一三个几乎个个都是自信满满 霸气总裁的土豪人设 结果,话音未了 国内最能搞事的感言媒体澎湃 也跟王海一样盯上了这个擅长心计的假阳光男孩 原来不说不知道 这个小肚鸡肠的男人 居然还处心积虑地算计自己的铁粉 还是一个追随他两年的铁杆宝妈 这跟同样被王海打假的 另外一个顶级流量的带货达人 罗永浩比起来 人品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后者怎么说都是一个即便欠债六亿 依旧有肩膀有担当的大男人 而且口才特别了得 跟十岁就开始卖菜的辛巴比较起来 简直差天同地 新闻在视频最后 会辅上一段 罗永浩的经典 以供参考不要错过 这是他实力调侃 邱启明 柴靖 张立宪 这三位央视大佬的现场实况 虽然他当天的讲话并不多 却靠实力成了收割掌声最多的绝对主角 连张立宪都调感说 老罗喘口气 台下都会笑 说得相当夸张 但又贴气 外道聪明 无智慧 话说为这个苦孩子出身的辛巴 他在整个燕窝事件中 扮演着一个 从百般抵赖 到低头 任衰的被动角色 谁也想不到 这期间 他居然还玩了一出 暖男形象包装下的仙人跳 精心的涉及 完全颠覆了他 苦心经营的完美人设 而涉及的对象 居然还是自己的忠实粉丝 让人难免感叹 人设的虚空 和人心的险恶 然而 谁也想不到 这种涉及 最终导致的结局 居然还是辛巴他自己 他自己掉进了 自己挖好的坑里面 一生只欲贪名利 原来 就在昨天提到的 王海下重手打假之前 也就是10月25号 这位化名为张红的铁粉 慕名购买了辛巴推荐的烟窝 然而 他发现所谓的烟窝 压根就没有固体后 玄机沟通了客服 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11月4号 张红便拍摄并发布了两段质疑的视频 公诸于众 这两个视频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 真正是整个事件的致命导火索 他不仅迅速引爆了千万级别的播放量 更让该品牌的负责人迅速反应 很快拿出一万元封口费 作为诱饵 社局张红 自作聪明 学社局 6200万巨额赔款的拐点 就在这张红收到一万元后的第六个小时 以为构陷成功的辛巴 立马在拥有七千万粉丝的直播平台中 开始侮辱叫骂张红 各种不堪的乌言慧语 包括要放个 专业敲诈团伙 告到你倾家荡产等等 偷鸡不成终归罪 更夸张的是 就在当天 也就是11月5号 张红的手机号码 被辛巴故意泄露了 导致海量偏信一方的辛巴粉丝 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 持续不断的骚扰电话和诅咒威胁 以至于一个月后 也就是12月7号 张红被诊断出抑郁症 以及适应障碍等精神困扰 12月10号 他更是不得不选择最终逃离自己的家 新闻在这里 只能说 厉害了辛巴 正所谓辛巴玩社局 爆料被攻击 机关算尽后 一万换半亿 所以说 有对比就有伤害 同样是玩带货 而且同样是顶级流量 在那边乡 英语老师出身的罗永浩 跟马云一样 是实打实的科技界口碑人物 作为中国脱口秀的第一人 天生就是一个张口就来的断子手 而且做人还特别的光明磊落 虽然他在形象方面跟辛巴的反差很大 但在做人方面 那就是一个云天 一个深井呢 同样是被王海盯上的罗永浩 被诟病 漱口水有问题后 居然干脆自报说 自己兜售的羊毛衫也是假货 直接给自己一个大嘴巴 这份时辰实在是没谁了 让批评者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了 对比那个用六千两百万 换区区一万的自作聪明的傻小子 罗老师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大智慧 您说对不对 外道聪明无智慧 一生只欲贪名利 自作聪明学作局 偷机不成终归罪 够随便的 我不知道是这么正式的场合 所以当然我其实正式场合 也就这么一身衣服 然后我想先说一个 刚才在下边坐着我感到不安的一个事实 就是实际上前面三位央视的主持人 包括财经老师都严重超时了 按照今天实际上安排的时间 他们都严重超时了 也就是说这给我留下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 然后呢 这个也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 你知道本来中国的话语权就很大程度上被央视拿走了 但是我以为像今天这种相对轻松的场合不会这样 但没想到他们在上边把时间都用完了 所以我下边只能非常非常简短地跟大家说几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感到另外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真相 刚才六哥提到说我们这个饭局上他是最小的 其实是骗人的 我必须告诉大家我是比他还小两岁的 然后他还提到我们都是什么娘家的哥哥 这也是扯淡 我是娘家的弟弟 所以呢 他们一直组一个局叫老男局 其实这个老男局里有一个常委也是很年轻的就是我 但是他们一直把那个叫老男局 我一直没有说穿 但今天我实在太气愤了 因为 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老男局里最年轻的 我也说一下我真实的感受 今天我注意到这些老男人错到一起来 无论是白老师崔老师还是张立宪老师 明明我们来是为了给财经捧场的 但是他们总是在这上像一群雄性的孔雀一样 花之招展地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口才 我觉得 我觉得这跟今天的主题 跟今天的主题是严重违背的 所以我非常简短地说两句 就是说财老师我想说的是 我看了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看 尽管你在编稿子的时候 让我提的很多意见 你都没有采纳 但这样打了折扣的情况下 依然非常好看 这是我第一个想说的 还有就是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 我觉得你跟我多年前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一样好看 这就是我想说的两句话 我觉得说的比较得体 比前面那几位老师得体 是吧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要说的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当中凑巧的人 想听我多说两句 你们就恨前面三位央视的主持人 好吧 好 谢谢 来永浩 带着话筒 请坐到那边 在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等一下各位有各种 想对柴静提问的话 你可以寻找周围带标牌的工作人员 把你提的问题交给他 因为在永浩先生非常自觉了 我估计他在台上不会时间太长 三五分钟他就下去了 所以请你们抓紧 写好自己的纸条 等一下柴静将会回答你们的 任何关切的提问 也就回到了主题上来了 刚刚你说的 其实跟CCTV 虽然我已经离开 但是我还要帮CCTV几位大佬说几句话 真的是怪六哥 跟CCTV没关系 他这个传承引线 他不知道怎么样 让柴静跟这个 比如说我们白佬催佬 多互动一点 这个不能怪我们 对 每次有事 这个官方的说法 总是这样 好好来三位开始 来六哥 来 你们三个是有 平常在一起 经常会互动聊些什么 尤其是财经方面 我本来想不致一词 但是你很气愤 我还好 这个作为IT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和代表 我们把话语权留给他 我们也已经很漫长的时间 没有见到他了 所以今天看到他脸色灰远 精神绝朔地走上来 心疼 很心疼 并且我看在事先的这个票选中 得票最高的是白元松 但是让现场掌声最热烈的是罗永浩 因为他们都喜欢科技产品 我现在是科技界的 据说罗永浩就是在台上喘一下气 这下边都是掌声 快别这么说 好吧 我们说说这本书吧 好 你和小白也已经漫长漫长时间没有见了 你们俩多说吧 我不致一词 呃 小柴 小柴 其实刚才关于我们饭局上的另一个问题 也是六哥说的也是假的 就是说 呃 他刚才国外提到就是说 我们在老男局上见到财经老师 经常在一起聊 无话不谈 最后性别也也就显得很 就是说好像已经都是同性了 呃 这个也是扯淡的 我就长期观察我就注意到 呃 只要财经老师在的饭局 我们这些男人说话的时候格外机灵一些 然后他不在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就平和一些 所以我我怀疑这个其实是跟性别有很大的关系的 然后呃 说说这本书吧 为什么我的意见你都没有采纳 我翻给你 你其实本来问我的时候是客气对吧 你少来这套 结果我还傻了吧唧的给了你一些意见 你哪有给我 还是我的意见被六哥否定了 我觉得最后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我觉得老罗老罗的这个意见可以写入教科书 叫不要这样改 你给我提过意见吗 没有 对提过很多意见 你都忘了 但是那么多优秀的男人给你提意见 你忘了我也不会怪你 想起来有一次饭局提过一次 那个意见还挺有用的 就论号说说你写文章的时候 往往就是写到这儿其实观众已经明白了 就没必要再往下再跟那一句 那一句别跟了 所以后来还是有点警觉 就有多用 可不止这些 你想想 还有无数个电话长谈的夜晚 我给了你那么多的意见 我太冤枉了我 但不重要 因为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说点吧 六哥 他那个拿到书之后给我打一电话 就先批评了你 说这个书经过六哥守的嘛 为什么有几个明显的错误呢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 先从这个封底 我里面有一句话说 他们是流淌的 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 他说心腹这个词 在中国人的语汇当中只有三个解释 什么的 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心想你一个高中辍学生 哈哈 当时我先查了一下 我隐隐的就是感觉 凭着我身后的那个 文字上的感觉就是这块不太舒服 然后那个我就先查了一下 发现心腹有三个用法 然后呢 都不是很准确 用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里面提到说 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片片冲刷 遥遥欲坠 土崩瓦解 这里面提到遥遥欲坠以后 又加了一个土崩瓦解 然后后边又提到这种摇晃是危险的 这个前后的逻辑是不太舒服的 你懂我意思吧 你先遥遥欲坠 接下来说这个摇晃是危险的 这就非常合理 说遥遥欲坠 土崩瓦解 那就已经塌了 塌完了又说这个摇晃是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 然后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跟财老师说 我敢肯定这段是没有过六哥的手的 要不然不可能这么糟糕 当然最后也证实 确实这段是没有过六哥的手的 因为这个是到了编辑到最后 书稿已经定了以后 出版社希望财老师再加几句话 这时候加的这一段没过六哥的手 所以呢出现了这样的小小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这本书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我作为这个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在教育界的时候 一直说话还是很真诚 而且也比较不端着不装着 但是总有人把我和于敏洪和李开复这样的青年导师扯到一起去 他们明显是卖鸡汤的 而我是说实话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扯到一起去 但既然被强行当成了青年导师 我就想跟青年人说一句 这本书很值得看一下 是吧 推荐中国的年轻人都看一看这本书 什么 道具是吧 对 你需要你做道具用 方便的时候再喘息一下 关于这个刚才编辑的问题 对 六哥你说你为什么没改吧 其实我给你的好多稿子 我觉得你不太动它 即使我有错的地方 为什么 就是要给作者留这种活口 其实饭局太多了 不是 不是 要不就 它就没有 就是文字讲究活态 活态有时候就是错误 和瑕疵组成的 当然这个编辑的高明德学问 他作为高中辍学生是理解不了的 是 我一直在学习 事实上大家发现作为柴镜的亲友团 和他之间做互动和沟通 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说的话 生活中都说了 关于这本书 事实上也不宜多说太多 评论的权利 得出结论的权利 是属于读者的 我认为 接下来我们俩应该下台 把柴镜 娘家哥哥和娘家弟弟下台 把我们 把她留在这里 接受大家的质问和拷问 好 你们俩还欠一个拥抱呢 这个应该不叫拥抱 这叫熊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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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